欢迎大家收看纽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纽约市与Talkspace合作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项目 Zappos 2023年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就在这里 您可以在Hoka、Hunter、Crops等产品上节省高达50%的费用 新泽西州大火导致8名消防员受伤 十几名居民在感恩节期间无家可归 请大家收看 纽约市与Talkspace合作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项目 Yahoo Talkspace与纽约市签订了一份价值2600万美元的合同 为13至17岁的青少年提供免费的远程心理健康服务 该服务名为Teamspace将为纽约市的任何青少年 提供心理治疗和心理健康教育 无论他们的收入、保险状况以及是否上学 根据Talkspace首席执行官乔恩 科恩博士的说法 22%的青少年曾认真考虑过自杀 10%的青少年实际上尝试过自杀 Zappos 2023年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就在这里 您可以在Hoka、Hunter、Krox等产品上 节省高达50%的费用 Yahoo Zappos在其2023年黑色星期五促销中提供一系列鞋子 折扣 折扣包括阿迪达斯NNDR1运动鞋和SuperGuard 2750 ProMet Canvas 50%的折扣 以及Free People Milo Everyday Mill 70%的折扣 新泽西州大火导致8名消防人受伤 十几名居民在感恩节期间无家可归 美联社 在新泽西州西纽约的一场感恩节夜晚火灾中 至少有8名消防员受伤 十几名居民被迫搬离 火灾起源于Burken Line大道53街上 一间药店楼上的一间公寓 火焰从建筑物中冒出 旁边的建筑物也倒塌了 一次爆炸导致屋顶坍塌 8名消防员受伤并被送往医院 火灾和爆炸的原因仍在调查中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新闻 首先是纽约市与Talkspace 合作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项目 这个项目名为Teenspace 将为纽约市的青少年 提供免费的远程心理健康服务 无论他们的收入 保险状况以及是否上学 这个项目的目的是 为了帮助那些可能面临 心理健康问题的青少年 因为根据统计 有22%的青少年曾经考虑过自杀 10%的青少年实际上尝试过自杀 这个项目的举办 对于纽约市的青少年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接下来是关于Zapos的促销活动 他们在2023年的黑色星期五 推出了一系列鞋类折扣 包括Holka Hunter Crox等品牌的产品 折扣高达50% 作为一个购物狂的我 这个消息真是让人心动啊 不过大家要记得 在享受购物乐趣的同时 也要掌握好自己的花费 毕竟省钱才是王道 最后是关于新泽西州的大火 在感恩节期间 一场火灾导致8名消防员受伤 十几名居民无家可归 这场火灾起源于一间药店楼上的一间公寓 火势迅速蔓延 导致旁边的建筑物也倒塌 一次爆炸更是让局势变得更加严重 8名消防员受伤并被送往医院救治 目前 火灾和爆炸的原因还在调查中 希望受伤的消防员能够早日康复 受灾的居民能够重新安定下来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们分享了一些 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 购物促销和火灾的消息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介绍 如果你对这些新闻有任何想法或问题 欢迎和我一起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dow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